刘仲敬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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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仲敬 李宗盛 刘仲敬 李宗盛 刘仲敬 李宗盛 李宗盛 各位朋友们 大家下午好 我是西北大学的教师 书者干 我今年已经过古稀了 我今天向大家分享的题目是 五亿多年前的人类援助 所以有人说老头头脑乏昏了 我们知道的北京猿人才不到五十万年 再古老的是非洲的南方古猿 也只有三四百万年 五亿多年是它的一百倍 这五亿多年怎么可能见到人类援助呢 我告诉大家 这是真的 这得到全世界生命科学家绝大部分人的认同 当然 获得这样一个认识 我们要感谢一个人 他就是一个半世纪之前 创理进化论的达尔文 所以我今天汇报的题目 要从达尔文开始 他小时候还甚至有点木木拉拉 还不爱学习 所以他上小学的时候 跟他妹妹在一个班学习 成绩还赶不上他妹妹 所以他父亲非常着急 说你这么个浪荡公子咋办呢 所以十六岁的时候 把他送进学医了 学了两年 所以这学医太没意思了 所以他坚决地回去了 他父亲越发着急了 说你的祖父和我都是学医的 都是受大家尊敬的 你啥都不干咋办呢 达尔文说我比较善良 你把我送到神学院去嘛 结果到剑桥大学学神学 学了三年 这个时候等到他的命运 就是到乡下去当一个神父 可是时代跟他开了一个玩笑 让他走上了反对神学 另外一条相反的道路 是什么原因呢 我个人想有两条 第一条就是他的秉性 太爱自然了 这你看 他的同学给他画了一个漫画 拿甲虫当马骑 这是有故事的 他出去喜欢逮甲虫 一天发现那个树皮底下有两个好甲虫 一手抓着一个非常高兴 不成想又出了一个他没有见过的 更大的更漂亮的甲虫 他想咋办呢 一定要把他逮住 于是把这个手里的甲虫 放到他嘴里面伸手去抓 然后不想那个甲虫很调皮 给他嘴里面放了一堆非常难闻的气味 他没办法吐了 然后刨了 在伸手去的时候第三只又刨了 所以他热爱大自然 热爱大自然里面的动物植物 的确达到了痴迷的程度 第二个我想引到达尔文走上 反对神学道路的时候 就是1831年刚刚毕业的时候 他很尊敬的导师John Hensley 给他一个机会 说你去环球航行吧 两年就行了 结果搞了五年 大家都很熟悉 其实有三年多的时候是在南美洲 值得向大家介绍的 就是南美洲的西边 就是东太平洋有一个群岛 叫高拉斯巴克斯群岛 达尔文说这个群岛上发现的东西 改变了我的整个世界观 是我进化论思想的源头 这就是高拉斯巴克斯群岛 是由十几个比较大的岛走成的 在这几个岛上面花了三四五天 做了很多的标本 更重要的是一种鸟 当时叫凤犬 就是一种雀鸟 现在为了纪念它 把它叫达尔文鸟 达尔文雀 这个鸟带回到英国去之后 请教当时英国最有名的一个鸟类学家 叫做戈尔文雀 他说你看过台南很多鸟 都是同一个五种的 戈尔文雀研究之后告诉他 达尔文雀你这个鸟很重要啊 它现在已经不是一个五种了 变成好几个五种了 这个时候达尔文雀开始想到 五种是可以变化的 以前想到这个岛上的鸟 都应该是从南美洲偶然飞过去的 是一个五种 现在变成好几个五种了 所以达尔文就开始思考 神仓定教给我们的五种不变有问题 五种有可能是在不但变化的 前年我得到一个 非常幸运得到一个机会 也去环球航行 坐在我们这个环球航行的游轮上面 舒坦 吃得很好睡得很好 想起来达尔文那么一个小船 只有我们小船的三十分之一 要五年你想多艰苦 所以我心里非常佩服它 这是我们环球航行走的路线 八天晚上开船 白天登岛 我们看到了达尔文当年所看到的大部分东西 非常荣幸地告诉大家 我们很有运气 拍到了这种达尔文雀 达尔文雀只有麻雀这么大 很不好拍的 它很害怕人 这是一个原因 第二个原因 由于前几年有些游客不谨慎 带上去几只猫 这个猫把地下的瘸吃了 把树上的猫瘸也吃掉了 所以这个瘸数量减少得非常快 所以我们很幸运地 遭到了地上的瘸和树上的瘸 现在很清楚了 就是这种瘸 由于在各个群岛上彼此分离 沿着不同的路线演化 即使在同一个岛上 由于食物很少 所以原来吃一种食物的鸟 现在变成树上吃虫子了 虫子不够吃了 在地上就吃种子了 然后还有吃 都吃不到就吃仙人长的 久而久之呢 它们的绘部就发现了分歧 就各自沿着不同的路径往前发展 然后就形成了不同的物种 所以达尔文环球航行回来的第二年 它就开始探索物种是不是可变的 所以就画了这么一个图 这个图非常经典 能看得出来就是一个共同祖先 变成两个 变成多个 然后不但发展出去 构成了一个生命的伐鱼术或者普希术 所以22年之后 它写了一个震撼世界的书 现在还是一个非常伟大的书 叫《物种起源》 这个《物种起源》 这本书里面只有一幅图 大家看 这个图很显然是它22年之前 那个图的严肃 这是后面学者所做的工作 从南美大陆飞过来的一种瘸 经过了不到几百万年的时间 非常短 就已经形成了14个组 这是生物学家 成活了各种因素 勾化出地球上所有的生命 共享的一棵树 由低等到高等 低等的圆核生命的 古细菌和真细菌 上面是多细胞生命 包括植物 动物和真菌 我们人类就在动物界上面 一片很小的叶子 所以我们不要太骄傲 不要太张扬 我们也是一片普通的小叶子 到现在我们都知道 应该是说得很对的 进化论不仅是 19世纪的三大发现 现在生命科学家都认为 它应该是整个生命科学的 核心和灵魂 也就是说 生命科学如果没有进化论 作为核心和灵魂 就不是科学了 就什么东西都讲不清楚了 同时 进化论还深深地引化了 物理学 天文学 地球科学 我们知道半个世纪之前 我上大学的时候 都觉得 狱卒是 时间 空间都是无限的 不存在演化问题 现在大家都知道 狱卒是演化的 137亿年之前 爆炸为起点 后面不但演化 最后还会死亡 还会有终点 接下来的问题 它这么伟大 我们怎么往前走呢 所谓往前走 就是在达尔文时代 科学是发展有限度的 很多东西是不明白的 所以达尔文有很多困惑 或者很多难题 我这举了四个 其中第一个 后面孟德尔已经解决了 后面三个 是生物演化历史中间的难题 古生物当时不发育 所以留给古生物学家 留给后面去做 就是如果生物是演化的 那中间有过头类型的 咋会我看看 非常少 很有意思的 五种起源发表的第二年 就是1860年 十种鸟发现的是一个重要支撑 但是那么多生物演化 种跟种之间有很多过头类型 门缸和门缸之间也有过头类型 在哪里 你咋会我看看 找不出来 那进化论很难往前走 很难征服人心 再一个 这个演化过头类型的缺食 在寒物解大爆发 是最典型的 跟达尔文的进化论冲突很大 还有一个 就是涉及到我们人类进化 我们的走线到底是谁 一直往前追 能追多远 这些难题都留给古生物学家 都是我们需要做的 这是我提出来的 进化论十大猜想 大家看出来 四点 第一点 在十大猜想里面 都是很重要的思想贡献 达尔文占主要的 它占了四个 特别是生命之术和自然选择 第二点 达尔文是可以被超越的 而且是应该被超越的 比如像孟德尔 他在遗传学就超过了达尔文 日本人牧城之神在分治层次 在围观层次上的理论 就超过了达尔文 至少是补充了达尔文 还有一点 就是在生命演化历史中间 动物术怎么成型呢 我想跟寒无极大爆发 达尔文这个困惑的难题密切相关 应该有所解答 所以第十个难题 是唯一由中国学者完成的 我们这里面做了重要贡献 所以在这里我想解释一下 什么是寒无极大爆发 就在地球46亿年的历史里面 前面三十几亿年 都是演化得非常慢 就是你看出来 要么就没有生命 要么就都是单细胞生命 单细胞生命又不好保留化石 可是到现在5.6亿年之前 一直到5.2亿之年 短短的四千万年 突然一下出现了很多的动物 所以达尔文非常困惑 所以当时达尔文说 如果有的要反抵过进化论 这是一个重型炮弹 从达尔文到现在 有三种主要的说法 来解议进化论 解议寒无极大爆发 一个是达尔文认为的非爆发 达尔文非常聪明 说就慢慢慢慢变化 对啊 你同样出现 那也对啊 为什么同样出现 达尔文说 那就是爆发之前的那些东西埋得很深 回头跑出来的时候呢 又都毁掉了 大家看不见 糊弄大家 那时候也只能这么做 所以达尔文这一条说法呢 可能现在看起来不对 就给了一百多年 古生化石积累得越来越多 所以美国科学院的院士 叫Steven Gold 非常不客气 说达尔文你说得不对 航母纪大爆发的确是存在的 突然是快销出来的 提出了一幕式爆发 后来一个英国人 因为达尔文是英国人 英国科学院的院士 叫做Forty 他说达尔文说得很有些对 他说前航母纪有化石嘛 我们现在情况也不是找着了嘛 所以前航母纪爆发一次 航母纪初期又爆发一次 两幕式 他们这三个伟大的人物提出的假说 在当时都是最先进的 都是有道理的 但是它的缺点就是 没有从根本上解决 动物树它的谱系成形 它的方式 它的路径是什么 所以我们就围绕这个问题 来解决地球上整个动物树 是如何形成的 如何产生的 我先简单花一分钟时间 跟大家介绍一下 现在动物树 就是现代动物界 大约有两百万种动物 低等到高等 可以按照分子生物学 法育生物学 以及形态学 可以把它归为三个亚类 第一个亚类就是 下面的基础动物鸭结 所谓最基础的最低等的 就是现在的水母和珊瑚 它是一个什么身体结构呢 我们看看它的谱系法育就知道了 就是一个金子和一个篮子结合以后 成寿金懒 第二步寿金懒分裂叫懒裂 一个变两个 四个八个十六个 三十二个六十四个 然后就一堆小懒子 第三步这个小懒子 就像周围扩肠 就像现在的皮球一样 我们叫狼胚 这些人还不是动物 这个狼胚下一步就 有一个地方向下挖 挖下去就流出了一个口 下面挖进去就是它的肠子 如果这个口能吃东西 在肠子里消化又从口里吐出来 这就是现在的水母和珊瑚 它的新陈代谢方式 非常简单 口当刚没用 因为它说我不需要太多营养 我这就够了 这就是基础动物 是吧 但是动物在演化的时候 挖进去是两层 后面中间偶然又夹了一层 又有个中胚层 中胚层了不起 我们都是中胚层动物 就是中胚层可以产生肌肉 骨骼包括心脏 我们人身体和高等动物 大部分东西都是中胚层产生的 你想这么复杂的东西 我要从口里吐出来 那营养不够啊 那么挖进去的这个孔变成孔 中间是肠道 后面它很聪明 它开了个牙 它们放垃圾 就是口 肠道和肛门 一条龙服务 这样快 是吧 吸收的营养就多嘛 这就是圆口动物 现在我们在自然界看见了什么昆虫啊 乳虫啊 这都是圆口动物 还有一类动物 包括你和我 非常不老实 口和肛门跟圆口动物交好相反 它跟圆口动物说 你那个口啊 我不用 我当肛门 我对单再开一个是口 口和肛门是大跳的 这一大跳就不要紧了 因为肛门在前面了 口在后面 所以空的地方很多 所以我们产生了塞裂 塞裂啊 大家想想 鲨鱼就有塞裂 是吧 非常有用的 我后面还要讲到 所以请大家花两秒钟时间记一下 动物界分成三个亚界 这是我下面要 要重点向大家介绍的 那么这个三分的数 是如何起源的 是一亿年 两亿年 三亿年 四亿年 证据是什么 有证据 这近一百年来啊 很多科学家在前韩武器末期 就是5.4亿年到5.6亿年之间 发现了很多动物 大家仔细一看啊 它们都是基础动物 它们都是口和肛门 很一体化的 这在澳大利亚这一堵 前几年我们国家也有了 然后过了5.4到5.21年之间 有个小窍动物大爆发 仔细一看啊 它都是原口动物 大部分门内在这都出现了 现在问题就是 后口动物在哪里 昆明的东西边呢 有两个大的动物群 这两个动物群统称为 陈阳动物群 面积非常大 大家以后有兴趣可以看看去 它分布面积超过1万平方公里 为什么把它叫做古生物学者的天堂呢 有那里面找到的化石 不是我们想象的骨头骨隔牙齿 不是 软躯体 鼻子眼睛肠子肚子 我们就做这个事情 就是拼命地找这种 保存着非常漂亮的圆躯体化石 所以把它叫成江化石库 从1984年 这个化石库被重新发现之来 国外和国内的许多优秀的科学家 都来做这个工作 整整做了10年 很多发现 基础动物亚界和原口动物亚界 大部分门内都找着了 甚至还有超过现在活着的门内都出现了 反而后来被自然学者淘汰了一部分 非常遗憾的是 后果动物亚界一个都没有 命运的转折点在1995年 曾将动物群的研究成果有一个根本性的转折 这个工作不是我自己吹牛 的确是西北大学在这方面 做的工作比较多 在世界上具名的 Nature和Science 在世界上最大影响力的两个杂志上 发表了这么多文章 我给大家举举十条 大家能看出第一桌子 叫书得干 这些成果加在一起 告诉我们 现在活着的五类后口动物都出现了 五个门内都出现了 还加一 就是还有一个当时也出现了 后来绝灭掉了 这个故事我想非常有意思 这样 就到来这样一个功德圆满的结果 整个中武术的全貌 都叫中国人在中国的土地上面发掘 并且认同出来了 所以如果我们用图示来表示了 就是这个三个阶段 有三个亚界图样爆发 每个亚界里面的几个门内 或者十几个门内都出现了 所以我们这个时候就想 达文过去留下的遗憾 或者各地货体他们不完满的地方 我们应该补充 我们提出了三目四爆发 就是含武器大爆发 从5.6到5.2亿年分了三个阶段 正好产生了动物界的三个亚界 这个成果在去年呢 就得了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 二等奖也是不容易得的 好 我向大家介绍最后一个问题 达文最关心的就是人类的由来 有没有证据 现代生命可以给出一些 似是而非的过渡类型 那么我们化石在哪里 达文有一个经典的句子 在人类的由来里面说 人类肯定是有低等动物演化而来 有哪些低等动物 低等到什么程度 它的链条是什么 这是我们现在活着的 这些室内姑娘都很漂亮 从基因上看 从他们无障碍通婚来看 他们应该是同一个五种 他们怎么来的呢 这大家我想都很熟悉 我就不讲了 最近500年来 有这样一系列的变化 这不是我讲的要点 我现在向大家汇报的要点是 人类起源这整个历史 有两种表达方法 一种是 英国的一个科学院的院士 叫做道根森 他写了一本书 叫《人类祖先的故事》 他说 从38或者41年前的单细胞生命开始到人 经过了39代 平均一年一代 我觉得它记起来太难了 我把它归纳成9代 或者9个里程碑 这9个又分了33次 动物出现之前有3次 今天没有时间 我就不讲了 第二次是在非常短的时间 4000万年 产生了3次动物的形态大创新 当然背后是它的基因大创新的 最后的5亿多年 我们都比较熟悉了 长了河 最后登到陆地上 最后就成了林长类 我今天集中讲的是中间那一段 这是我们很熟悉的 整个脊椎动物的谱系 最后要归结到5亿多年 5亿两千万年前 那个有头的 有脊椎的 最早的走先 在哪里呢 所以下面我讲三个具体的小故事 这些故事要从野外开始 因为我们古生物要拿到化石 我们就是这么干活的 有些人说你们辛苦吗 还是辛苦 在野外我们每天 每天都至少是几千块化石 有时候上万 开战后就大多数信息量不多的 我们就在野外丢了 每次工作上一两个月 要运回来的大概有七八千块 刚才说到的就是95年96年以后 是一个大转折 96年时候我们发现了一个叫云南虫 它可能是后口动物 在内情上发表 给了半年多 我们又发现 比这个半手动物 跟脊椎动物更靠近一点的 就低等的脊锁动物 我们也是脊锁动物 是脊锁动物里面高等的脊椎动物 这两个发现对我鼓舞很大 如果寒物体大爆发 这个演化速度再快一点 你把头长出来不就行了吗 所以我们总在期待 总在努力 所以给了两年之后 果然好梦成真 好运气又降到我们的头上 这是在1998年12月份的时候 我们做完了野外工作 和我的研究生就去看望 我在云南工作的两位朋友 一个老朋友 一个年轻朋友 他们很理喻我 觉得我们这很值得信赖 他从抽屉里面拿出一块标本 说苏老师 我这个标本放了一年半 不大熟悉 可能像伴手动物 云南虫 你看看是什么 我当时在显微镜底下看了不到一分钟 哎呀 那眼镜子发光啊 手指抖 那朋友问你 苏老师你这么抖 手抖了 是不是什么证状不对了 我赶快说恭喜你啊 你发现已知世界上最早的鱼了 他当心非常高兴了 可是我们工作的地点 跟他们工作的地点是同一个地点 我们也采了十几框化石运回去了 然后那一年的元旦 跟其他的元旦一样 我们都是不休息的 就带着我的研究生张新亮啊 就找我们那些化石 找现了一条鱼跟它很相似 但实际上不一样 下面那条鱼啊 它有七个塞篮 有塞 上面那个鱼只有五个塞篮 大家要仔细一看啊 这两条鱼埋藏的方式还不一样 下面那个海口鱼啊 是死了以后 有一点腐烂才埋藏 所以你看它这个鱼啊是个直的 挺顶的 后面都烂掉了 像我们上面那个昆蜜鱼啊是活埋的 活活地埋的 怎么看得出来呢 第一它很完整 第二呢它是头沾到泥底下去了 像泥球一样死亡前还要挣扎一下 头朝下边一下子 尾巴朝上 所以它的尾巴和那个头部啊 我们拿回来的时候看不见了 在显微镜底下我花了十几天 才把它慢慢慢慢解剖起来 像刨鱼捡牛一样 所以这样两种不同的鱼 跟我那个鼓舞很大 所以从元旦到群结 大家想我过得舒服不舒服啊 舒服 很紧张 很愉快 很舒服 就是要读这些画史 读了一个多月吧 我想把它读得基本清楚了 然后就开始写文章 我们过去的英国的朋友 这个英国科学院的院士 他也加入这个航道 研究我们还是调子比较低的 就像前两篇给乐器的文章一样 我们都是用中档文章 我们知道这个《孜然和科学》 这两个杂志啊 它洛阳紫柜 他发表文章最长的是五页 中档 大部分是中档 90%是两页半 短的是一页 绝大部分是中档文章 我们就怕人家不收嘛 我们就让中档给他投稿 投稿评审了几次 评审完了之后 第三人告诉我说 你这个文章大家反映太好了 是一个重大发现 可能会产生一个理论创新 你愿不愿意再写长一点啊 我们用一个长文的形式 它叫article形式来发表 我们说太愿意了 太愿意了 这是我们 这是我们在类写上第一篇article文章 大家看出来我们十篇文章有三篇article 这还是比较不容易的 所以刚出来才是两三个月吧 就凭上1999年的中国十大科技进展 这跟当时的神舟一号并列在一起 所以再给了一两个月得了一个奖 这几个人认得吧 因为这个奖金是李嘉诚先生给的 李嘉诚先生在后面 这个是杨振宁 当时给这个钱也把我瞎坏了 给了一百万 那个时候一百万 比现在的一千万那还震撼 当然给我的同事分一点 另外在西北大学设了一个德才奖学金 因为我叫德干嘛 可能跟德才相近一点 同学们很高兴 主要是讲给研究生了 所以还要得了也发一点小财啊 不要都装在口袋里面 那大家看这个第一语 为什么这么重要呢 我想至少有两点 第一点你看 它的脊椎不同寻常 是低等脊锁和高等的脊椎的混合体 它的头也非常清楚 它的小头是我们这个头的起点 所以我们的智慧是从它开始的 有眼睛就一定有老 因为眼睛是老的外延 好事情我们再看一遍 有这两个眼睛非常不容易啊 因为它是最早出现的眼睛 能帮助第一鱼找到食物 均确地找到食物 来的敌人能赶快溜掉 这个脊椎就更不一样了 大家能看见中间一个棒状吧 就是低等脊锁动物 现在活着的文昌鱼就是这样的 那个脊椎骨啊 跟我们还不一样 像我们胚胎法育早期的脊椎 是稀稀拉拉地围绕着脊锁来发展的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 有低等脊锁 像高等脊椎过渡的一个中间类型 这达尔文就想找这个东西 就跟狮子鸟一样 所以也解决了一个 重大门类之间的过渡问题 好 我们再看看这个地狱 在整个脊椎动物谱系里面 是这样的 它在最底下 如果它不存在了 后面都没戏了 有了它所以才有后面的故事 那下一个问题就是 你这有头了 那它的走线给你是没有头的 它长得什么样子呢 我们还有进一步的工作 这个故事也很多 有三个小故事 我只能讲一个了 就发现了没有头 但是有腮裂的骨虫动物门 也是在类型上 以article形式发表的 这个非常有意思的故事 集中在腮裂上面 腮裂大家可能不好理解 你见个鲨鱼就知道了 这就是腮裂的形容 中间有腮丝 腮丝就跟鱼的腮丝一样 因为它接受面积大 它毛细血管丰富 水里面的氧气可以在里面进行气体交换 二氧化碳就排出去了 所以是呼吸的重要器官 同时也是把肺水排出去 这么一个腮裂有个孔把它排出去 不然的话这个生物就憋死了 你看它是原口动物和后口动物之间的过渡类型 为什么这么讲呢 这个故事说起来很心酸 但是也很幸福 之所以说的心酸 就是骨虫发现是在1987年 另外有一些科学家发现的 他认为是原口动物的节制动物 就不是后口动物 我到95年解剖出所有腮裂来了 在一次国际会议上面 我说这可能是后口动物 别人说素得干胡说呢 因为当时几乎没有人赞同 我的朋友也不赞同 我的学生也不赞同 然后又隔了六年 一直到2001年 我找到了西大动物和地大动物 跟它很相似 又保存更好的腮裂构造 然后把它们整合在一起 形成了一个新的门 所以我们在动物界创造了一个门 叫骨虫动物门 它的形成代谢方式是这样的 就是水把食物和氧气带进去 食物分离以后就送到后面肠道 消化 肛门排出去 还有氧气的水就在塞裂 用塞丝进行气体交换 沸水就排出去 如果没有这个塞裂 就像鲨鱼一样 你把它塞裂关着了 那它这个动物就憋死了 那有些人很聪明 我一直报告有人就说 你搞塞裂干啥嘛 你那个沸水从消化到肛门 就直接出去就完了嘛 那一控两用嘛 行不行 想想 可以啊 可以是可以 这个动物就成天拉西了 拉西拉两天就玩完了 是吧 所以说不行 所以看不起这个有沙裂的吧 同样给了两年之后 也被跟神舟二号 并列在一起评成人 所以这个成果也是挺不错的 然后加上99年那个 还有其他的合作者 我们一起申请了国家自然科学奖 非常高兴 就得了国家自然科学一顿奖 一顿奖比二顿奖那就更难了 难到什么程度了 我们国家每年平一层 国家自然科学奖 它比那什么科技进步奖 什么发明奖 那要难多了 大部分年份一顿奖是空缺的 我们有幸把它捞上一回 那么这个塞裂跟我们有没有关系呢 你看看我们胚胎的时候 在母亲肚子里面前四个礼拜是有塞裂的 看得清清楚楚 最早在塞裂化石就是在鼓中 能看出来在演化上面 我们有很密切的亲缘关系 我咋没看见我有塞裂呢 有些人有 有些孩子有 就是在胚胎发育过程中间 分治表达过程中间出错误 没有把它避活好 就形成了塞漏病 你看这两个人特别是孩子都有 所以你看他的父母就麻烦了 就把他要送到西医院去 赶快缝起来 这还很难缝呢 因为塞裂是从消化到那边 一直到表皮 隔了好几层都要缝了 都要处理 不处理完了天天流浓流水 很麻烦的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 我们的走先的确是有塞裂的 是吧 不要回避这些 好 我们下面接着讲最后一个小故事 就是要绝缝人类的走先 从地狱开始 找到蛊虫动物们和他亲戚 再往前走 就要找更小很微小的生命 我们知道生命肯定是 有卵子那么小一直往大里发展的 那么跟卵子那么大 一毫米或者比毫米小的走先在哪里 这个故事也是西北大学完成的 是我的一个同事完成的 我的同事叫韩健 在十五六年前是我的博士生 现在是我的同事了 我们正在讨论这个文章 很高兴地告诉他 大年的初三 就是元月的三十一号 也在类传上发表了 而且是一个封面文章 你看这个封面上画的就是它 你看你画得很大 实际上是一毫米 你别看它一毫米 它的口这么大 动物有什么特点呢 动物跟真菌的区别 它们两个共同点 都是一样生物 它不同点 就是动物是用口来吃营养 真菌 就是蘑菇 是靠表皮 或者靠寄生来获得营养 所以口对它来说是第一重要的 像我们人一样 人是铁 饭是钢 大口吃四方 你没有口就咋办 所以最早的口就从它开始 它很小 但是有口 有意思它没有钢嘛 我还不用钢门 我旁边一个小孔 我就排泄了 所以它非常简单 这个动物有什么意义呢 我们看一个简化的动物术 就是这样的一个途径 从这个微小的动物 我们把它叫皱囊虫 然后经过古虫动物 类似的 有筛裂的东西 它有钢门了 然后就长出头来了 第一鱼 最后才诞生了人类 这个整个故事就完整了 那国际上有什么反应呢 那国内我就不说了 国际上火得一塌糊涂 BBC就说 标题就是 科学家发现了人类最古老的走线 那美国人 《纽约时报》说 有大口袋人类走线出现了 所以国外都是一片叫好声 当然我想这个研究还是一个初步的 是阶段性的 所以我最后总结一下 我们人类从动物开始出现之后 沿着达尔文的那个路 是有低等动物来的 最低等的动物就有 五亿多年前 有这样一些精彩的故事 这接下来到了四亿多年 到了三亿 两亿 亿亿多年 最后就产生了人 所以大部分的故事我都没有讲 我们只是做了下面的工作 这几个创造啊 都是中国人做出来的 我想他以后应该是有的时候 是 达尔文非常期盼 但这个人类的祖先里把他讲的故事讲得很清楚 所以中国人有一个很好的文化就是感人祖先 创造了我们的头 创造我们脊椎的祖先 他们非常辛苦 我们别把它忘了 这是一点期望 第二点呢 我想在座的青年人很多 我们这个工作是很初步的 后面可能还要补充很多新材料 我寄希望于大家 年轻人 寄希望于青年人你们的下一代 和你们下一代的下一代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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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